哇 好多缸啊 这是什么酱缸 这有多少个缸啊 那边有个叔叔 叔叔好 您好 我们来寻找宝藏酱油 我们这里最有名的就是母子酱油 母子酱油是什么酱油 就是说去年的酱油为母 今年的酱饼为子 所以我们称之为母子酱油 这一缸有多少斤啊 一千五百斤左右 一千五百斤酱油 一千五百斤酱油 那这一共有多少缸啊 这里的话我们有一千多只缸 然后种类都不一样 我们体验一下就是这个 做酱油 好 怎么像泥巴 这个还在发酵过程中 所以说它是比较黄 大哥这个只能人工弄吗 这个是人工的 上面一层已经成熟了 下面还是生的 所以我们要种这缸 分到这缸 上下给它均匀吧 倒缸我们称之为 哦 怎么发黑啊 发黑这已经成熟了 要不要体验一下 轻一点啊 不就搞到身上了 见到身上了 是这样吗 哎是倒到底 你这个倒得特别优美 哈哈哈 肢体鞋 这每天工作量是多少呀 我们这个赛场 一般性有两个土地在管 就是天热的时候 太阳很烈 它晒到上面一层肚子 已经发黑了 所以你马上要倒 不打的话上面就要脱水 要焦 要焦 所以说天天要倒 做这个会很容易放弃吗 我一生在这里工作 整整四十多年了 哎呀 当初的时候也感觉到太苦太累 所以也有这种想法 所以衡情是必须的 每一行我觉得有这个精神 都是好的 不管做什么 其实都有很枯燥的时候 但是他们就是这样日复一日的 去做这些 我觉得很受益匪浅的 今天啊 感谢你们过来 送您那瓶酱油 我们最好的母子酱油 宝藏酱油 也不知道另外一组现在什么情况了 那我们拿着酱油去找他们吧 可以啊 走吧 谢谢 谢谢师傅 走路 请问你 好 我们很喜欢的